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永定县 分布着历史悠久的汉族民系客家 说到客家人 不得不提的就是他们奇特的土楼和美味的佳肴 永定土楼里的客家菜 农广天地稍后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从西晋开始 部分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和灾害 南迁至福建等地 形成了独具文化风俗的客家民系 如果您对客家人这个群体还比较模糊 如果您从没有游览过客家土楼 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客家菜 那么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不管你在世界各地 建过多么伟大的建筑 但进入闽西永定一带的山地 面对客家人的土楼 一准还是要受到震撼 这庞大的土楼带着本地土壤的肤色 散落在绿色深处的山巒 与河川之间 说到客家和客家人 人们常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认为客家人是一个少数民族 其实客家人本是北方的汉族人 为了躲避战乱 在不同时期内 从北方各地移居到长江以南的 敏、越、干三省的交界地区 因为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为了与当地人区别 他们就自称自己为客家人 经过漫长的时间 客家成为了一支非常典型的汉族民系 民系是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支 客家人拥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有自己的生活文化和风俗习惯 甚至还有不同于其他汉族民系的民居建筑 那就是土楼 我们为什么建土楼 我们客家人是最早的河南中原道里 一辣五次南京到南方 应该说到最早到这里不叫土楼 因为到这里建了我们是土为人 所以中原道南方在南方里 有人要当你欺负你 土为人还是花人钱 后来想到了既然我们是土人之人 能不能大家按现代话来说叫机制建筑 机制以前不叫机制 以前叫机制而机制建筑 有钱出钱没出力 过来对吧 后来盖起了方形土楼 客家人最先盖起的是方形土楼 在方形土楼的基础上 又衍生出圆形土楼 而现在圆形土楼是客家人最常见的土楼形式 相对于方形土楼来说 圆形土楼保温性更好 内院空间大 抗震力强 在防御进攻时 视角更开阔 并且圆形土楼里的房间环状分布 使得每个房间大小一律相同 这其中包含了人人平等的思想 更有利于集体的团结 所谓土楼就是以生土柱墙 作为承重系统 楼层在两层以上的建筑 对形状并无特定要求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永定客家土楼 永定县位于福建省龙岩市 这里分布着历史悠久 风格独特的客家民居建筑群 它们被统称为永定客家土楼 永定客家土楼主要为方形和圆形两种 楼层一半为三四层 几十户人家上百口人住在一起 过着聚足而居的生活 土楼的大门根据风水建造 走进土楼会发现 土楼最外圈的居住空间 按数项分配使用 土楼一二层不开窗 一层作为厨房 二层的房间用来存储粮食和物品 三四层的房间用作一家人的卧室 第二圈有浴室 书房 猪牛舍等 住在土楼里的人可以共同使用 每个永定客家土楼里都会有一口水井 土楼中间还会设置一个厅堂 厅堂是客家人共同活动的场所 用来聚会 待客等 客家人在土楼里就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所以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小社会 在永定客家人心目中 土楼是他们的祖先远离中原故土后 辗转迁徙 在第二个故乡 为了安身立命而建立起来的家园 土楼就是他们根的象征 相亲父老 朝夕相处 土楼的情节是永远也割不断的 永定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 被誉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葩 在龙岩当地有名的土楼有几千座 如今不仅工人们居住 更成为了宝贵的旅游资源 外地人来到这里 特色的土楼会让您别有一番感受 除此之外 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客家菜 客家人是由中原迁到南方 经过长时间的渗透与磨合 在饮食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饮食特点 客家人的饮食特点包括三方面 一是选料讲求野生 家养或者自己种的食物 二是烹调方法 以煮包蒸和炖等居多 这样不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与纤维 三是极少 甚至不添加过浓过重的佐料 最具特色的是客家牛肉丸 酿豆腐 玉子包 猪杂汤 手工面等等 客家人喜欢吃丸子一类的食物 其中客家牛肉丸最为著名 因为永定客家人居住的地区 山地多 饲养黄牛水牛非常普遍 客家人经常以牛肉作为日常食用的肉类 用来做客家牛肉丸的牛肉 要选取新鲜上等的后腿肉 这是因为后腿上的肉比较有韧性 这样做出的牛肉丸会更有弹性 为了保证牛肉丸的口感 要先将牛肉的筋和油都去掉 牛肉丸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而客家牛肉丸的独特之处就在制作工艺上 像这样 用铁棒 一下一下地锤打 锤打的时候 用力要均匀 慢慢地将整块牛肉锤打成细腻的肉泥 这种纯手工的制作工艺也就决定了客家牛肉丸独特的脆嫩口感 接着将敲打好的牛肉放到加入盐和木薯粉的溶液中混合 500克的牛肉要加5克盐 6汤匙木薯粉 加入水的量 恰好将盐和木薯粉完全溶解就可以 混合均匀后 像这样 用一只手握住牛肉 另一只手拿汤匙将挤出的牛肉从手上刮下来 放到冷水盆中 放入水中的客家牛肉丸不破 不散 才是标准的客家牛肉丸 依照客家人的习惯 先将做好的牛肉丸用热水煮熟 然后捞出冷藏 留着慢慢吃 在客家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白水煮汤喝 煮汤时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入一些牛肉块 由于肉丸是圆的 去团圆美满的鱼 在节庆时 家家都可见到客家牛肉丸 客家人的餐桌上少不了酿出来的味道 酿是一个客家化动词 表示植入馅料的意思 酿豆腐即有馅料的豆腐之一 客家酿豆腐是客家名菜 但凡有宴席必有这道菜 制作酿豆腐所用的豆腐 不要太嫩 也不要太老 一般选择南豆腐 南豆腐又称石膏豆腐 这种豆腐质地比较软嫩细腻 先在豆腐上挖好装馅料的洞 其实馅料的制作很简单 就像做饺子馅一样 把剁好的有肥有瘦的猪肉末 香菇丁 以及笋丁 倒入容器中 然后在容器中打入鸡蛋清 最后加入盐 味精 鱼露 搅拌均匀 接着就可以将拌好的馅料 夹到准备好的豆腐里了 豆腐上的洞 全部填满之后 就可以拿到烧开水的锅里蒸了 小火蒸上十分钟左右时间 待豆腐和馅料都蒸熟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这道菜还没有制作完成 还需要浇上汤汁 制作汤汁所用的调味料 就是客家人最喜欢的鱼露 在烧热的锅里倒入油 油热之后加入香葱 然后倒入鱼露 加适量的水 这样汤汁就做好了 浇上汤汁之后 这道酿豆腐才算完成 步骤 步骤虽然很简单 却需要很大的耐心 酿豆腐将豆腐的豆香 香菇的鲜香 与猪肉的浓香 融合在一起 加上调制的汤汁 做出的酿豆腐 怎能不鲜香可口呢 在客家人的饮食中 玉子是他们的主要杂粮之一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芋头 营养丰富的玉子 在聪明能干的客家人手中 不断翻新着吃法 变换着口味 逐渐烹制出了美味的玉子包 做玉子包有四个主要步骤 准备玉子皮 做馅儿 包玉子包 最后是蒸玉子包 要先把玉子处理好 先包皮 然后冲洗干净 接着放到锅里 加水煮熟 然后将煮熟的玉子 加到木薯粉里 将玉子一下一下 慢慢捣碎 玉子与木薯粉混合时 不需要加水 靠煮熟的玉子里的水分就可以 最后将玉子和木薯粉 活成表面光滑的面团 现在不要急着做玉子皮 我们要先将玉子包里的馅儿料 准备好 用来做馅儿的原料主要有香菇 竹笋 虾仁 牛肉 猪肉 选择的猪肉最好是一半肥肉 一半瘦肉 然后将所有的原料都要切成小丁 接着在烧热的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先加入猪肉丁慢慢翻炒 将猪肉上的油炒出来 直至炒到猪肉丁的颜色变得焦黄 肉丁开始变硬为止 这样炒出来的猪肉丁香而不腻 还会有嚼劲 然后加入笋丁 香菇丁 最后加入牛肉丁 在炒熟之前 再倒入客家菜中常用的调味料 鱼露 接着进行翻炒 北方人很少吃鱼露 而客家人由中原迁到南方 慢慢地接受了当地的饮食习惯 鱼露也就成了客家人烹饪美食 所必须的调味品了 鱼露本身就有咸味 所以加了鱼露 就不需要加食盐来调味了 像这样翻炒至炒熟 就可以出锅了 馅儿准备好了 就开始煲玉子煲了 先捏皮儿 玉子皮儿的厚度不能太厚 影响口感 又不能太薄 包不住馅儿 将面团捏成厚薄适中的皮儿 还要保证每个玉子皮儿的厚度 基本一致 然后加馅儿 一手压馅儿 一手拽住玉子皮儿 慢慢转动玉子皮儿 包裹住馅儿 最后将包好的玉子包 弄成圆锥形 有序地放到壁子上 中间留出一定的空隙 以免玉子包之间粘连住 接下来就要蒸玉子包了 然后将玉子包放到已经上汽的锅中 玉子包的皮儿 保持厚度基本一致 蒸出的玉子包口感才一样 玉子包需要蒸15分钟左右 蒸好的玉子包 皮嫩润滑 馅儿香味美 上桌前再浇上麻油 香葱 这样香气扑鼻的玉子包 就大功告成了 客家人从黄河流域辗转南迁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 但是与中原的饮食息息相关 血脉相连 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饮食 比如客家人十分喜欢吃手工面 早餐和夜宵几乎以面为主 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水 将面粉活成团状 然后将一段固定好的硬木棍 压在和好的面团上 压面者跨坐在木棍的另一端 用力压面团 从面团的一端慢慢移向另一端 面团便被压展开来 压过一遍之后 撒上一层面粉 折起来再压一遍 如此一遍又一遍 打面者的脚有节奏的移动着 直至把面团压成两毫米左右的面片 人们把这种压面的方式叫做做擀压面 切好的手工面放入开水锅中 煮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煮的时候放些青菜进去做配菜 然后捞出瀝干水分 加上麻油 鱼露 还有爆炒过的肉末 就可以了 柔韧香滑的面条再配上特色的调料 就是一碗诱人的客家手工面 在客家人的早餐中 一碗手工面再加一碗猪杂汤 就是最完美的搭配 也代表着新的一天的开始 所以这猪杂汤也是必不可少的 客家人为什么早上喜欢喝猪杂汤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过去 客家人的生活比较艰苦 肉对于客家人来说 是奢侈品 所以每次杀猪时 猪的每个部位都不舍得浪费 客家人在早上出门干活时 为了有更充沛的体力 就会煮猪杂汤来喝 就这样 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并且延续下来 现在的客家人 总喜欢在早上喝一碗猪杂汤 好像只有这样 精力才会更充沛 随着客家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现如今的猪杂汤已不全都是猪杂 还会加入猪肉 主要原料一般为猪肉 小肠和猪肝 先分别将猪肉和小肠 放到开水锅中稍微煮一下 这样是为了取出腥味 然后将肉切成两厘米 下方的肉块 小肠切断 接着将肉块和小肠放到开水锅中 先进行煮制 趁这个时候 将切成片的猪肝加入在锅内 在煮猪杂汤时 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来调味 真正的好汤 就是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用小火煮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前 再撒上切好的香葱 美味又充满能量的猪杂汤 就做好了 除了日常饮食之外 客家人也非常注重养生 药膳 就是客家因底制宜 创造出的美食 先来看看 如何用枇杷叶制作成药膳 将采来的枇杷叶去毛 冲洗干净 将肋骨剁成小块 然后将枇杷叶铺在碗的底部 肋骨块放到枇杷叶上 加满水 弄好之后 拿到蒸箱里边蒸 这个过程需要45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 加食盐调味 鱼腥草也是客家人 常用来制作药膳的一种中草药 先在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 然后放入猪肉 鱼腥草 水开之后 小火煮45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吃之前 再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 药膳要因人而异 否则就可能失去药膳的价值 起不到食疗的效果 甚至适得其反 客家人喜欢吃汤圆 不仅在逢年过节会做 每当有喜庆的日子 也会做来吃 一碗红红的汤圆 于是这生活就如这碗汤圆 红红火火 一家人团团圆圆 首先将这座汤圆的糯米粉倒入容器中 然后加入溶解好的可食用色素溶液 加水 将糯米粉和成表面细腻的面团 然后将和好的糯米面搓成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圆团 这样可爱的小汤圆就做好了 客家人的汤圆虽然不加馅料 但是要在煮好的汤圆上浇上浓稠的汤汁 汤汁要用到的原料主要是姜和红糖 把姜敲裂 因为裂开的姜在煮的时候 才容易把姜的营养和味道释放出来 然后放到煮沸的水中 小火煮10分钟左右 然后加入红糖 慢慢搅拌 使红糖全部溶解 红糖的香甜与姜的辛辣混合在一起 相得益彰 汤汁就做好了 将汤圆倒入煮沸的水中 盖上锅盖 煮五分钟左右 将汤圆煮熟 红红的汤圆出锅了 在煮好的汤圆上浇上汤汁 一碗象征红火团圆的汤圆就做好了 看不够的客家土楼 以其悠久的历史 独测的设计理念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成为了客家地区的人文地标 还有那尝不尽的客家菜 在热情好客的客家人款待之下 一定会让人回味无穷 好了 本期和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